如果可以穿越回古代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呢 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叫汤恩比 他说如果能穿越的话 他最愿意穿越到中国的宋朝 的确宋朝是一个富丽繁华的朝代 北宋时期经济繁荣 美食多种多样 文体活动也特别丰富多彩 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 就描绘了当时北宋都城变良的繁华景象 从文学方面来讲 宋朝文豪很多 苏氏 兴契集 才女 李清照等等 这些就不用说了 还有像刘勇 燕书 王冠 秦冠等等 这些词人 他们的作品自成一格 吸引了很多读者 在当时刘勇绝对称得上 是宋慈的流行天王 因为当时流传这句话说 凡有井水处都能割柳瓷 可见宋朝人对刘勇词的喜爱程度 他的词在当时传播那是相当广 那刘勇词那么受欢迎 也自然而然就有一些模仿者 或者说一些挑战者 他们想和名人来切磋一番 也想见名人来成就自己的名气 但往往很多时候 这些人都会成为一个笑话 只是有一次 一个叫板者却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 这首词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 不算子 宋抱浩然之浙东 写这首词的作者就是词人王冠 王冠出生于公元1035年 自通俗 如高人 他的家乡就是今天的江苏如高 王冠从小就特别聪明 学习也刻苦 他长大以后也和其他青年才俊一样去参加科举考试 他的确也很厉害 考中了进士 从此踏上了仕途 可惜后来据说他奉照写了一首清平乐 描写宫廷生活 没想到当时的太后是高太后 认为王冠属于王安石门生 高太后呢 他不主张变法 就抓住王冠的这个问题 以清平乐亵渎了宋神宗为名 第二天就把王冠给罢关了 也是很可惜 王冠于是字号逐客 这不是被逐出来了吗 从此呢 他就过着简单的平民生活 他有很多文学作品 其中呢 补蒜子 宋报号染之浙东 比喻巧妙 语带双关 写得妙趣横生 堪称杰作 那么为什么说他叫板刘勇呢 这是因为有不少朋友说他这首词 颇有对照刘勇著名的送别词 语淋淋 寒缠妻妾的意思 王冠呢 也许是为了赶超刘勇 或者说是致敬刘勇 或许只是巧合 大家都写了送别题材 总之呢 他这首补蒜子 风格独树一致很有特点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王冠的这首 补蒜子 宋报号染之浙东 补蒜子 宋报号染之浙东 宋 王冠 水是眼波横 山是眉风聚 欲问行人去哪边 眉眼盈盈处 才使送春归 又送军归去 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何春住 读完这首词 我们会发现的确是佳作 至于和刘勇的谁好谁坏呢 咱们也就不过多的争论了 毕竟都说文物第一嘛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但是呢 他表现出的风格 和刘勇的的确呢 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这首词写在什么时候呢 写在春天的末尾 当时王冠在粤州大都督府 送别好朋友 报号染 报号染呢 即将启程回家乡浙东去 当时王冠自己也是漂泊在外 欲归不能 积虑之仇难以排遣 可是王冠看到朋友要回家了 还是忠心的祝福朋友 这首词的每一句都很美 大意是 水向美人流动的眼波 山向美人促起的眉毛 想问行人要去哪里啊 要到山水交汇的地方去 刚送走了春天 又要送你回去了 我不留恋 那是假的 不过朋友啊 我真心地祝福你 假如你到了江南 还能赶上那里春天的话 千万要把春天的景色留住 词的上片写的是 朋友回去的山水行程 王冠别出心裁地 把水比作闪亮的眼睛 把山呢比作清脆的峨眉 水是眼波横 山是眉风趣 对仗工整 巧妙形象地描绘出了眼前 这幅诗情画意的山水景色 王冠这样的比喻呢 不仅让山水都有情了 也让人联想到了 人 因为朋友鲍浩然 要启程回去了 那么很自然地就想到 他家里的亲人 像妻妾这些 都是日夜盼望着他回家 于是就有 水是眼波横 山是眉风趣 这样经典的句子 这样写 让人感觉山水也是有情的 鲍浩然家里的人的感情 也被写活了 他家里的美人 盼望着丈夫归来 路上一簇簇的山巒叠帐 就像是妻妾思念丈夫的那种 微微簇起的眉头 还有那些清澈明亮的江水 仿佛也变成了 鲍浩然家人们 流转的眼波 感情很浓郁 也非常有意境 王冠继续写 欲问行人去哪边 眉眼盈盈处 这里点出了朋友 鲍浩然的家乡 鲍浩然的家乡在浙东 是江南温柔之乡 在王冠的笔下 也是眉眼盈盈处 眉眼盈盈呢 有两层意思 一是说 鲍浩然是回到 山水秀美的 像美人的地方 江南好地方 而是说 他回去呢 将要和美眼盈盈盈的 心上人相会了 所以 美眼盈盈处既写出了 江南山水的美 也同时写出了 朋友鲍浩然即将见到的 妻子的美 一语双关 天衣无缝 独来非常有美感 转入下片 王冠开始直书胸义了 写和朋友抱号然告别的 离仇别墅 和对朋友的申请祝福 才使送春归写的是时间 意思是刚送别春天 心中还满怀着伤春之仇 又送君归去 是更进一步了 意思是刚和春天告别了 我的朋友你又要离开了 我又增添了新的离别之仇 在这样的时刻 送朋友走 我的内心是难过的 最后两句很有诗情画意 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住 不仅美而且很有想象力 慈人王冠把对朋友的不舍 暂时放下了 转而对朋友送出了 真诚的美好的祝福 他嘱咐朋友 虽然是春天的尾巴了 但是如果还能赶上江南的春光 那么务必要好好享受 享受和春光同住的 快乐 可以说若到江南赶上春 千万和春住 这两句既饱含着西春之情 又带着浓浓的祝福 独来余味无穷 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 千万和春住这个春字呢 其实也是一语双关的 既表示了美丽的春天 也比喻了朋友抱好然回到家就可以和心上人生活在一起的这个意思 很俏皮 一反送别诗词当中悲悲怯怯的那种情感 写的是情意绵绵 富有灵性 总之王冠的这首词呢 轻松活泼 比喻巧妙 耐人寻味 几句俏皮话 心而不俗 据说当时这首词诞生之后呢 也是很快就被大众传播开来了 一时之间风头竟然盖过了柳瓷 也是一段佳话了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与当时宋朝时期乐观嫌疑的生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大家更喜欢刘勇的与玲玲还是王冠的不算子呢 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谈谈您的观点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动动手指点赞和转发分享 我是灵溪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